我想跟大家說 其實我們今天已經是啟用了我們的新宿舍 我們的舊宿舍 大家知道地址很有層地 就是某一條街 新田地 576號 新商業中心的七樓衣室 現在我們的新宿舍 就是七樓私室 就是旁邊的 中間當然有間七樓D室 七樓D室我們從來沒有見過 當日七樓私室出現的時候 我就問我租務處 他就說你不用想七樓D室 你想他不會走的 於是我大約在11月就租了七樓私室 然後當我們租了七樓私室 因為我們同時要裝修七樓衣室 就是我們本身那裡的時候 我們發覺七樓D室那條傢伙搬走了 現在他又叫我裝修去 沒有就很臭 我們當然是負擔不到 就算負擔到也沒有需要 OK 首先要解釋一下我們現在的網台運作 真的很慘 首先我剛才講過一半 其實大家一個人都上來看看 就明白了 我是可以考慮租了七樓 可以達到我希望的夢想 那麼七師用來做什麼後話 也未必負擔不到 譬如我們這麼多網友 每個人一個月給五十元都負擔到 都不用了 每個人給三十元二十元 甚至都負擔到齊齊有餘 但是有時候你要這麼大地方 你又沒有用 因為你有時候用不了 用不了 當然 如果我想到 譬如七師純粹用來做一個 不是普通studio 是一個做飲食節目的 即現在我們住在這裡 或者做一個dance floor 甚至是做加勒OK節目的 那兩邊 那兩邊就用來做 就是那個七師 就做啤梨晚寶 一頭就做 譬如說 我不知道的程式節目 這裏就其實很棒的 但是又涉及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那個operator放在哪裏 他可不可以remote 因為如果要放多組機 很麻煩這個人 是啊 所以他也很困難 所以暫時會繼續用七師和七師去營運